张权的案子已经要宣判了 时间就定在两天后 我给你申请了一个名额 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审判结果 估计最多半年张权就要枪毙了 好 多谢了张权宣判枪毙后 我心底的一个大石头就落地了 张安亭准备去孙毅办公室的时候 有人一下子撞到了张安亭的身上 对不起 警官 对不起啊 是你 我不是故意的 是你 我不是这警官 我是来找人的 一下子别这样莽撞了 开车走路都要小心点 那胖子马上不再理会他 目不斜是大踏步的出门了 这人便连真快 小人 正在想联系你过来一趟 没想到你倒是先来了 撞你爸的那车辆 我心里已经有底了 现在就是没抓到实质性证据 而且还需要你爸指认一下才行 是一辆尾号888的黑色桑塔那小轿车吗 司机是一个胖子 刚从你房间出去对不对 哎呀 我都怀疑你当过兵 干过刑侦工作 你看看 这一下子都猜出来了 牛了 难怪上次李军都在开玩笑 说是下次找不到一些大案的证据 就拉着你问问 张权这案子来得深水也没想到 要不是张安平来举报 谁会想到一个村里小混混 不险山露水的牵连这么大 哈哈 这还真给我猜出来了 那这个尾号888的车 是麻坊厂厂长的 还是那个姓黄的老板 是黄江生的车子 这个黄江生名下 有本事最大的造纸厂和食品厂 是很有名的企业家 我找过他的司机黄有才 他知之无无的应该是有问题 可惜我这边没有十足的证据 只是用工薪站 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 对于黄有才也不能随便的动手 所以这边我打算再去调查一番 就是看有没有人修过尾号888的车 以及有没有目击证人之类的 回头你爸身体好了 让他认一下人或者车 还有 要是找到人 你们倾向于是怎么处理 是调解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或者其他的 你心底得有个底 这样遇到事情 不会处于被动 因为情节恶劣 盗事者会吊销驾驶证 而且终身不得再发驾照 然后会根据情节的轻重判刑 如果肇事者求谅解的态度好 并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赔偿 会有减刑甚至不被受害者 追究责任的机会 找到真正的肇事者 把他绳之以法 为他犯的错误 付出代价就可以了 这种人 只要侥幸逃脱一次后 就会更加漠视人的生命 这次是他父亲 下一次不知道会是谁 万一跟前世的他们家一样 没权没事没人买 他会毁掉别人一个家 行 我心底有数了 今天你难得来一次 咱们好好聊聊 你是怎么猜出来 肇事车是尾号888的桑塔呢 孙艺这会有些好奇 拉扯着张安平在办公室说话